小朋友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 国语习座,86页 小读者乐园,第一部分写国字或注音 日期6月15日,地点快乐社区五角形广场 他一开始就写时间地点 表示他其实在写一篇日记 五角形广场的形,怎么写呢? 形状的形,三角形的形,正方形的形 右边是三撇,这三撇读作三部 接下来主题是如何利用图书馆主讲人,林叔叔 主题的题怎么写呢? 是非题的是,左边是是非题的是 右边加第几页的页就变成主题的题 如何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图怎么写呢? 这个字比较复杂 好,我们来看一下图书馆的图 我们要先写围部,围起来围 但是要先一开始,先写一个长长的 那最后这一横,这一横先表围 先写一个长长的 然后里面写一个口,再一个头部 一点一横,中间写一个回加的回 写完之后才把最后一横补上哦 这一横要最后才写 如果你一开始就写的话,中间有可能会没有空间可以写 来,接下来图书馆的馆,左边是食物的时,右边一个关 这个字,老师要特别解释一下,特别讲 图书馆的馆,它平常,左边这个食物的时,如果单独写的时候会有这一点 但是如果他当部首在用的时候,这一点会去掉,因为空间不够,所以这一点会去掉 要小心不要多点一点哦 接下来,如讲人的讲,讲话的讲,演讲的讲 演讲的讲,这个字我讲一下好了 这个字,比较复杂一点 上面这边是三横两竖哦 三个横的,两个直的 然后下面一个很像在间的在 但是他下面这边哦,你要注意哦 这里不要凸出来哦 下面这边不要凸出来 然后左边的演语的演 这三横,最上面最长 然后这两横要短一点哦 不要三横写一样长哦,这个要注意 来,下一页 下一页他说 今天啊,我和表哥相约参加社区活动 林叔叔啊,先欢迎大家再交代活动内容 让我们了解数位资源检索功能 我想知道,动物世界的奥秘奥妙 就借了一些书 其中啊,我最喜欢的是 甲虫大力士 社区有这一座宝库 我好开心 好,我们看哦,今天我和表哥 哥哥的哥怎么写呢 两个可以的咳 两个可以的咳 咳起来 只是哦,这个 上面这个咳 上面这个咳 不用打勾,只有下面这个要打勾而已哦 上面不用打勾,下面才打勾 相约 约会的约怎么写呢 左边密布,右边一个包布再加一点 那个包就是很像啵啵摸的啵 但是这里不一样啊 它有多这一匹 很像啵啵摸的啵,但是有多这一匹 这个是念中,右边这个念包布 再加一点 这个是约会的约 相约的约,参加的参 三个丝 再加一个很像人 然后再三匹 三个丝 然后一个中间一个很像人 再三匹 下面这个是 跟上面那个三部一样哦 写的时候 写的时候要注意 这三匹 不要歪掉了,这三匹 参加社区活动 然后林叔叔先欢迎大家 这个迎接的迎 迎风起舞的迎 写的时候 右边先写 错步最后才写哦 先欢迎大家再交代内容 交通安全的交 上面先写一个很像六 然后再两个相交 上面一个很像六 下面再两个相交 再交代活动内容 让我们了解 让 让我们了解 数位资源检索 数学的数 资源检索功能 索就是探索的索 上面一个十 下面中间是密布 然后下面是一个密布 上面先写一个十 中间一个密布 下面一个 下面刚好已经读作密布 我想知道 动物世界的奥秘 奥妙 奥妙 奥很简单 就注音体上去就好 奥 然后四声奥 就借了一些书 借东西的借 人 左边是人布 右边是乃席的席 人跟席就变成借 借了一些书 上面是词 因此的词 下面一个二 下面是二 二就是比一多一点点 就叫做一些 比一多一点点 就是一些 一些的些 记得一些书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甲虫 大力士 甲 就是三个回步 合起来就是 虫 甲虫 大力士 这个很简单 只是这个是写的时候 注意哦 是不要写成图哦 左边这个才是是哦 左边这个才是是 是上面比较长 土地的图下面比较长 你要写的是是 上面要长一点 社区有这座保库 车库的库 仓库的库 上面一个眼部 下面一个车 就是保库的库 我好开心 那我们国语习做86页 87页也完成咯